詞曲 李宗盛 感謝天恩師德 我們領導典案師慈悲 我們諸位典案師慈悲 諸位前嫌大家晚安 晚安 今年新的開始是雞年 我們都說金雞三唱 事實上今年不是金雞年 今年是乙年 是木雞 所謂呆若木雞 我們不要以為呆若木雞是壞話 呆若木雞是一個修行的至高的境界 在南華經裡面 莊子有講到 以前有一個 以前戰國的時代流行這個鬥雞 鬥雞知道 現在好像還有鬥雞 那時候那種王公貴族都流行鬥雞 那有一個很大師級的這個鬥雞的訓練師 他訓練出來一隻雞 一隻鬥雞 就是 不管有什麼動靜 他 頭都不會轉一下 一點反應都沒有 所以任何 最強悍的鬥雞 看到他就屁屁抓 所以這個成語就出來 叫做呆若木雞 呆若木雞代表什麼知道嗎 天下無敵 意思就是說我們呢 不為靜轉 我們的心不為靜轉 不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像 這個先佛菩薩的像都是這樣 首旋 對不對 這也叫呆若木雞 不離自信 但是又寥寥分明 所以呢 我們祝偉前嫌今天給後學 拜年 後學也給大家拜年 祝大家呆若木雞 如果 跟老公老婆吵架的時候 可以呆若木雞的話 那你就成功了 不要變成 我們上 年底的時候講到哪裡呢 大福第六 若修功德之人 若修功德之人 好 若修功德之人 心急不清 常行普敬 真正修功德的人 絕對不會說 越修 越自大 修福德的人會覺得 我越修我功德越大 我肚德的人多 我地位崇高 或者說我很會講課 很會講經說法 或者說我滿腹經論 或者說我修行的境界很高 這個都是 不是真正修功德之人 修功德之人 你千萬不要看他 看他的知識 看他的這個圖眾多少 或是看他有沒有很多的財富福報 健康長壽這些表象 你要看他有沒有一顆謙卑的心 因為修行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我之 那如果越修自我越了不起的話 世間的人是這樣子的 越修越自我的 世間法是這樣子的 我以前沒有錢 我現在有錢 叫財大棄除 我以前地位卑賤 我現在戶貴榮華了 我自然就會傲慢 這個是世間法 那麼佛法不是這樣子 真理不是這樣子 真理就是要打破自我 所以說修功德之人 他一定展現出來一個生命的風采 就是心極不清 他的心呢永遠不敢傾斥任何人 不敢傾斥任何人 不敢覺得自己比別人高強 有我罪極深 有一個自我就有罪了 所以心極不清 常行普敬 橫長的呢普遍的 對所有的人呢 都充滿了恭敬之心 人啊 士啊 物啊 仙佛菩薩 都充滿了恭敬之心 這叫常行普敬 所以我們看一個道卿 進入道場 看他修成的沒有 就看他有沒有越來越謙卑 越來越恭敬 越來越懂得尊重人 謙卑不是滿嘴巴說客套話 不是 真正懂得尊重人 去體諒人 寬容人 而不是 平常可以講講客套話 說哎呀 後學淺薄啦 後學欠學啦 那是講客套話 真正在 面對面的時候 同事相處 夫妻相處 親人相處的時候 不會爭鋒相對 不會整天挑別人的毛病 相反呢看得到別人的優點 尊敬別人 那這個呢就是 真正修出功德出來 這就表示你見到本性 相反的心常親人 無我不斷 極致無功 反過來說呢 心裡時常親視別人 老是覺得別人都不對 做得不好 沒有學問 沒有智慧 沒有見地 沒有公德 那就是 表示無我不斷 就自己的我執啊 沒有斷掉 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 越學問越自我 開口就是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的想法我的主見 就算在道場裡面也是一樣 自我要壓倒一切 無我不斷 完全不 完全不尊重別人 這個就是 極致無功 這就表示他 沒有功德 不管他做到多大 多高 沒有功德 這就是違背本性 違背本性 自信虛妄不實 極致無德 為無我自大 長清一切故 這時候你自己的本性 就虛妄不實 過度自我的人 靈性 不是說沒有 每個人的靈性都有的 但是不管用 不管用 沒有用到本性 好像有眼睛 但是不用眼睛去看 用手去摸 用耳朵 不用耳朵去聽 用鼻子去聞 有但是不用 有而不用 這叫虛妄不實 自己的本性虛妄不實 要用到本性就必須無我了 一個高度自我的人 離本性是很遙遠的 好像你要用到眼睛呢 你就要打開眼皮 對不對 你要用眼睛去看 你眼皮又不睜開 怎麼看得到呢 絕對看不到 你要用手呢 你要把手握拳 不肯伸展 這個手握拳呢 想要去拿杯子 再有力量的手 都拿不起一個杯子 同樣呢 再有智慧的人 再有聰明 再有才幹的人 他只要有高度的自我 他就沒有靈性 他的本性就不能現前 本性不能現前呢 他就沒辦法運用到 本性裡面的慈悲 智慧光明解脫自在 就好像在有力量的手 握起拳以後呢 就沒辦法運用到 手指的一種靈巧 捉啦 拿啦 捏啦 這些功能 都不能用上 所以說呢 極致無德嘛 就沒有德啦 這個德就是本質具足的 良知良能 你原本就得到的東西 這個德就是本有的 叫做德 不是向外去求德的 本有的大能力大智慧 這就是德 那你的過度的自我 就會讓你 這個德啊 沒辦法發揮作用 你的靈性啊 虛妄 備而不用 備而無用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自大 藏清一切 我覺得現在人啊 很喜歡用一種 輕視別人來提高自己 最近很 最近最轟動的新聞是什麼 周侯煉 不是扁宋會 是周侯煉 那個周杰倫的口頭禪是什麼 你知道嗎 超屌 超屌 他最喜歡講屌 屌就是很 很轉的意思 很了不起的意思 這就是一種社會風氣 社會風氣就是這樣 就是用一種 高度的自我自大 然後輕視別人 你什麼都不懂 用這種態度啊 就算表面的謙卑 但心裡也是瞧不起的 甚至夫妻相處都會這樣 你八聲 吵架都喜歡這樣講 你點點啊 你八聲 你不要說話 沒人動你是會狗 類似這樣的話 就是當在夫妻吵架 這是一種輕視別人 認為你的見解 一點用都沒有 你的想法根本都是 毫無意義的 有人是這樣說了 比較粗就說出來 有人心裡也這麼想 就你懂什麼 有時候小孩子也親視父母 父母也親視小孩子 有一種親視的心啊 人現在變了一種風氣 用一種親視別人來肯定自我 親視別人來肯定自我 這叫做長清一切 這個就無功無德了 這就無功無德 就算你真的懂得很多 也就無功無德了 就像你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放一把火把它燒掉 等於沒有 是不是 一把火燒掉等於沒有 然後什麼是功德呢 三知識 念念無堅是功 念念沒有堅斷 回歸本性 念念無堅 這是功 你念念沒有堅斷的 你的回歸本性啊 才有功能在的 才有念力啊 你的念才有力量啊 不然念只有消耗能量而已 沒有力量 念就有力量 念念不堅斷 守護本性 守護不思 得到以後誠心保守 不堅斷 不堅斷 不是我們一般人會守旋啊 會用三保 會念佛 但是堅斷 不只是堅斷 根本就是 點嘛 一點兩點而已 一條線裡面的一點兩點 大部分都是 我們修辭啊 我們平常的胡思亂想 就像一條線 修辭只是裡面的一點兩點而已 修辭只是裡面的一些 很小的片段 甚至只是一兩點而已 大部分時間都在 胡思亂想 都是消耗能量 你只有念本性是在充電 念佛是在充電 念無知真經就是念佛 但是在充電 因為念佛是橫長的 你念其他都是無常的 都是無常的 念念都是無常 所以就無功嘛 徒勞無功 很多人的一生都在念 那是徒勞無功 也會道清 他有很好的一個事業發展的一個 一個這個 一個空間啊 一個機會 讓他放棄 因為他覺得 那些東西啊 不可掌握的 事業再好 他看得很開 事業再好都沒有用 他在乎 而且他很有愛 很有母愛 他在乎的是 他的一個昆道 在乎的是他的獨子 唯一的兒子 他覺得 我兒子很單純啊 一個人 外面你要跟多少人相處 可能反正家裡也不缺錢 可能這輩子就這樣子 忙東忙西 忙東忙西 就老了 最多多賺一點錢 他也花不了那麼多錢 他也不貪 但是你兒子好好的照顧他 培養他 我全心全意以我的知識 學問我的愛心 我閒心閒意的去 把我的兒子照顧好 將來他成才成器 比什麼都值得 這個觀念對不對 對啊 誰敢說不對啊 很少有人能夠 很少有母親做得到這樣子的 放棄自己的前途啊 去栽培這個孩子 結果小孩子呢 從小就很優秀 知幽班一路上來 母親全心全意去照顧 本身那資質又很好 爸爸也是學校的教授 媽媽又是高級知識分子 又全心全意在照顧他 當然好了 沒想到呢 我們搞錯了 什麼叫無常啊 這個孩子啊 你不要看他獨立的一個人啊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獨立的 他的背後是整個世界 背後是整個世界 好像你看到一個海港 這個海港港水啊 這個港就是看得到的啊 可以控制的啊 錯啦 港水跟海水是通的啊 是不是 港裡面的水和海裡面的水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它不能獨立的 每個人生命也是一樣 孩子長大了 上國中呢 國中都還很好 控制得很好 到了高中 考上很好的高中 開始上網 哇這下 港水和海水通啊 開始上 本來就是通的啦 通的更頻繁 上網 網路聊天啊 遊戲啦 後來 那就已經沒辦法控制了 後來又交上 又交上那個女朋友 那女孩子又是那種 俏家啦 嗑藥的壞女孩 整個崩盤 全面崩盤 完全失控 全面失控 你要怎麼說 所以你念念念到那裡邊 就算你念的是自己的兒子女兒都不保險 更何況是念別的 所以只有念佛保險 佛是橫長的 佛是橫長的 萬古長存啊 永遠光明的 你念其他的都是 徒勞啊 所以說無功 就要徒勞無功 所以說念念無間 那是功 不要浪費時間去念別的 像我們剛才講那個 剛剛講這個媽媽就是這樣 所以都是形顯以途僥幸啊 都是靠僥幸的啦 僥幸小孩子沒有學壞 有僥幸 我現在教到壞女孩了 我有安慰她說 你現在碰到還好啊 打這個預防針啊 你不要養到二十幾歲 大學畢業以後 再碰到一個壞女孩 哇 那還滾馬旁去啊 對不對 那些小孩子啊 小男生小女生 還做不了什麼大怪啊 有很多人辛辛苦苦養大 就被人家滾馬旁去 對不對 大公雞 尾巴長 娶了媳婦 忘了娘 所以你把心用在這上面 都是徒勞無功 什麼東西可以讓你不間斷 念念無間 就是念佛 就是念念回歸本性 這個才是有功啊 這才叫功啊 心形平直是德 能夠念念無間不離自性啊 就能夠心形平直 你的心就會平等就會正直 因為你念佛嘛 念真如佛性嘛 外在就念 彌勒祖師 內在就念自己的佛性 內外同一個佛 都是真如佛性 內外平等 常常念佛 常常念心 常常明心見性 自然你的心就是平等 沒有分別的 不會整天想好啦壞啦 是啦非啦 不會這個樣 你心不平 我們常講心不平 心不平就是怎麼樣 就長生不滿 我看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不念本性嘛 所以心中就充滿了不滿 不滿意 不平等就不滿意 一定是這樣 對先生不滿意 對太太不滿意 對小孩子不滿意 像剛剛我講這個媽媽 多好的個性啊 多能捨啊 多能夠犧牲奉獻啊 現在每次看到我就要講幾個小時 念兒女經啊 好好的把兒子 罵幾個小時都罵不完 為什麼 因為心血付出太多了 太失望 太絕望 太悲傷 所以心裡就不平 就不平 難怪你不平嘛 誰要你去念那些呢 念兒子 念兒子的結果你就是不平 一定是這樣 不要去念他 念佛 念佛你絕對不會不平的 念人一定不平 念事一定不平 念金錢財富 那更麻煩 念身體也是啊 去年後全那邊有一位 佛堂有一位道親 是其他祖先的 得了癌症才來找我 他很不平啊 因為他 父親養結婚也沒有生小孩 那要什麼 頂克族 不生孩子 那要頂克族 要過 教書的嘛 要過高品質的生活 他說我一天到晚才養生的啊 我吃的菜都是自己種的啊 我還得癌症也有天理嘛 什麼沒有天理 這就叫天理啊 你重視什麼就摘在什麼上面 重視兒子就摘在兒子身上 重視老婆就摘在老婆身上 重視事業就摘在事業上面 重視養生你就摘在養生 我發現啊 發現發現再發現啊 重視養生的人身體都很差 怪了 所以叫生生者不生啊 老子講的 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 所以說 心形平直 這時候你才能夠平等 正直 直心 心平等才能夠直嘛 心不平等當然不直啊 彎彎彎彎啊一定的嘛 人家擔憂啊 他有好啊壞啊就彎啊 一下彎到好一下彎到壞 這叫彎彎彎彎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 心形平直 所以要了解什麼是功德 了解什麼是功德 不是說我做多少事情就是功德 心和念 心和念 一定要 人活的就是心嘛 就是心念嘛 沒有心念就是死人 或者說雖活有死 職務人啊 所以你沒有把心念搞定 那就不是一個聖人 聖人最重要就是調心嘛 聖人調心不調身啊 凡夫就是調身不調心 光重視這個身體 自修性是功 自修身是德 自己要修自己的靈性 靈性怎麼修呢 收回來就好 靈性要怎麼修 怎麼修呢 靈性不要 不要被這個六根啊 牽著跑就好 隨時可以回頭 所以回頭是按 看你喜歡看什麼 好我就能夠收回來 當下收回來 我愛看電視好 我不看了 我收回來看本性 我愛聽音樂好 我聽回來聽本性 我愛聞香氣 我愛吃美食 收回來 收回來就叫修性 不能說 我的嗜好就是這樣子 那就沒有修性 沒有修性 那又被承轉 所以要被承何覺啊 性就是覺啊 靈覺之性 要怎麼樣符合這個覺性啊 就是要被承 就要被承 六成有什麼是你喜歡的 你念念不忘的 你能不能回來 這就是一個考驗啊 你能不能回來 你就要面對這個啦 我所喜愛的東西 我最喜歡想 我最喜歡摸 我最喜歡看 我最喜歡接觸的 好我能不能回來 回得來 就是修性 回得來就是修性 回不來 自己找一大堆的理由 喜歡賭博的 哎呀賭博 像這個 中國人有種說法 老年人打麻將啊 可以活動腦子 不會老年痴呆啊 你念佛才不會老年痴呆 打麻將 打麻將什麼毛病都有啊 所以就找一大堆的理由 找一大堆的理由 就是事實上自己就有那個嗜好 就為自己的嗜好找到 找到理由啊 就沒辦法說 被承 被承 這個承呢 當然很廣大啦 但是我們範圍縮小到什麼 你所喜愛的一切 你所在乎的一切 看你能不能違背他 你不能違背承呢 你就是什麼 相反的 背絕就合成 違背本性 看你要違背本性 還是這兩個是 水火不容的東西啊 水火不容的東西 所以要修性 就是這樣 自修性就是功 那你回到本性呢 你背成何絕了 你自然呢就可以修身了 你自然言行舉止啊 都能夠符合中道 這叫德 修養好 道德高尚 展現出來 這個德是代表他做出來了 他在舉止進退之中 言談 交際應酬之中 都可以展現出來 展現出他的大德 他的大德 這種德是有光的 叫德光 那種光明的氣象 修身修得好的人 就是有那種光明的氣象 不會製造問題 只會解決問題的 不會製造衝突 只會造成什麼 衝突的雙方可以和解的 這叫 促其銳解其分 可以化解紛爭 那可以把自己的這個銳腳 好像磨圓的磨平的 不會像一般人都刺很多 腳很多 所以自修身是德 要怎麼修身 被誠何絕 光明的靈性 光明的本性 現前 用這個光明的本性 六神有主 用這個主人來引導我們 說該說的話 做該說的事 什麼是該說的話 什麼是該做的事 你現在應該笑 還是應該沉默 還是應該嚴肅 這種應該是沒辦法用 書本來規範的 這個就要看你有沒有自修性 靈性光明的人 他寥寥分明 他就可以修身 他就知道現在要做什麼 該進還是推 該語還是末 善知識 功德須自信內建 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 善知識啊 功德呢 他這次講給那個 誰聽的 尾刺史 尾刺史 就專門在布施供養 很多有錢有地位的人 就這樣講 我捐錢就好 捐錢就有功德了 我供養 供養上司就有功德了 這個不是布施供養 可以求得到的 任何人都一樣 你皇帝也是一樣 功德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功德不在外面 在裡面 功德就是你生命的本質嘛 我們每個人都有什麼 功德法身 我們說不要 不要戀戰這個肉身 要有法身 金剛法身 永恆不滅 不生不滅 不夠不精 那法身是什麼呢 法身就是無量功德 就是無量的功德 所以功德在哪裡 就在你的法身 法身是什麼 就是你的靈性 無形無相 有無所不在 這個呢 你要見到自己的本性 你就見到無量的功德 見到無量的功德 功德不是說 哎呀我有多少錢放在那邊 隨時可以用 不是的 看看不到 用的時候呢 輪刀上陣 易得見之 拿著刀子在冰鎮上面打仗 一樣可以度化眾生 一樣可以脫節避難 一樣可以穿梭自在 這個才叫功德 這才算派上用場 有錢能做什麼事 有權利有能做什麼事 甚至在生來死去之間 面對死亡的時候一樣 哎 寥寥分明 自信內建 不是布施供養 可以求得到的 所以我們傳道 傳的就是這個 自信內建 這是不同於教門的地方 沒有教你怎麼樣去布施供養 就是叫你要回光返照 誠心保守 守什麼 守本性 守這點靈性 這就是修功德 這就是修功德 這就是修功德之道 你守靈性你就可以怎麼樣 被塵合絕 你就不會掉到六層裡面 那你的智慧就越來越光明 然後你自然所作所為 都是符合天理的 符合人情的 這叫德 是以符德與功德別 所以說符德和功德是不一樣的 符德是可以累積的 而且符德呢 大家都喜歡 說福氣啊 就有福氣 符德大家都喜歡 但喜歡歸喜歡 不見得有用啊 像我剛才講的 這位媽媽 這位聰明賢淑的 又有高知識 高學歷的媽媽 又有錢 家裡面 這個 這個 錢財很豐足 用不完的錢 但是呢 碰到小孩子 失足墮落沉淪的時候 拍得上用場嗎 拍不上啦 拍不上用場啦 現在這個孩子 只有我講話的時候還聽一聽 可是我很少看到他 看到我就立正站好 裝乖啊 不管怎麼樣 表示他還認同你 還認同你 所以說呢 那就是福德啊 剛才講的這個例子 就是有福德之人啊 可是碰到他真正 所關切的事情的時候呢 派不上用場啊 是不是 這福德和功德不同就在這裡了 功德是有功用的 那這個德呢 不是光說獲得這些福氣啊 這個德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感化人的 可以感化人心的 這個德是可以讓別人 變得跟你一樣的 可以溶解對方 讓別人跟你一樣 好像熱水可以溶解冰一樣 讓這個冰也變成流水 所以五弟不是真理啊 非我祖師有過啊